《海贼王》,被田用芙兰佩讽刺当代小学生追星,手段卑鄙。 《海贼王》连载这么多年,有着各式各样的角色让无数粉丝追捧,因此出现了巴托这位代表所有粉丝的角色,他在《海贼王》世界里追星,追草帽海贼团。 除了他,不少海贼都会以某个大人物为目标,为荣。 这点在巴莫姆家族也出现了,身为小家伙的弗兰佩就是塔塔库莉最重视的迷妹,她长得很可爱,但内心却不一样,在生命卡图件里公开弗兰佩内心的一面,不妨一起来看看。 弗兰佩的生命卡图件 夏洛特·弗兰佩,首次登场在89卷891话,出场编号位1147,无碟名,无恶魔果实,无霸气,属于夏洛特家族36女儿,花蜜岛蜂蜜大臣。 弗兰佩很小,她的长相也很可爱。 在漫画第一次看到她,还以为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罗莉的,但没想到却是一个很恶心的小妹。 弗兰佩只有15岁,身高却达到了170cm,出生于伟大航道、万国,生日为2月11日。 最爱吃的食物是,口色糖,动画生优势,鸡腾鲜河,属于塔塔库利粉丝团会长兼特工队长,巴萌萌海贼团传员。 从官方刻意截取的漫画图来看,弗兰佩本性还是很邪恶的,不符合她的就会变成如此凶恶,很可怕的一个女孩子。 被填用,弗兰佩,这个角色讽刺当代小学生无脑追星的样子。 在生命卡图件里重点讲述了弗兰佩追自己的哥哥,其中还表达了,为了让自己成为最爱的妹妹,她会使出卑鄙手段来完成。 这里让小蜘蛛联想到当代的小学生当无脑粉,追星过程中出现一些非常傻的事,甚至为了追星,什么手段都干得出来,这样的人算是彻底废了。 刚好弗兰佩只有15岁,跟这些脑残粉的小学生差不多年龄。 总的来说,所谓的小鲜肉是祸害年轻一代的毒瘤吧? 近期就出现过几个小鲜肉被封杀的事件,但这些无脑粉还不明白,真是醉了。 为填这个暗示说明,即便在小日本也有这样的事发生。 三段漫画画面讲述弗兰佩帮助塔塔库利,偷袭露飞,幻想自己与哥哥塔塔库利的甜蜜时刻,以及嘲笑塔塔库利是丑陋的人,不是完美的,甚至还要杀了他。 这就是弗兰佩的真实内心,也是无脑粉的一面,甚至是不知悔改的一面。 早期的弗兰佩有一把长长的刀。 在伟田早期的人设途中,弗兰佩本有一把长长的刀,不过伟田并没有打算改变他的攻击方式。 虽然在漫画里有出现过,但大多数粉丝都不会注意这个瞬间。 最后是弗兰佩的时间线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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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